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 质量0.1公斤悬挂在桌边 所以受到重量有0.1公斤重 而0.1公斤重等于1牛顿的外力 因为物体的重量w等于mg 质量乘以重力加速度乘出来等于重量 所以质量0.1公斤乘以重力加速度g等于10 所以外力 这里重力是1牛顿 因此悬挂桌边的重力有1牛顿的重力 可是滑车跟砝码它加速度是0.5 因此桌边悬挂了物体 我们假设在桌面上这里如果有个摩擦力 如果这个摩擦力是f 第一小题要求滑车受到桌面这个摩擦力是多少 悬挂桌边的重力是1牛顿 所以整个运动向下拉力有1牛顿 刻掉摩擦力等于总质量 滑车质量及悬挂码的质量 把0.5公斤加0.1公斤 所以总质量是0.5加0.1 这个总质量乘上运动的加速度 题目说加速度是0.5 所以乘上0.5 等于0.6乘以0.5 所以有0.3 因此f摩擦力是1牛顿扣掉0.3 所以有0.7牛顿的摩擦力 所以滑车受到摩擦力是0.7牛顿 这个是第一小题 第二细绳的拉力有多少 我们看悬挂的法码 假设悬挂法码这边绳子向上拉力 而这个拉力是T 所以悬挂的法码它有一个向下的加速度A等于0.5 所以合力向下1牛顿扣掉向上绳子张力T 量相减是法码所受的合力 合力等于M 质量有0.1公斤 乘上加速度是0.5 因此0.1乘0.5 乘出来0.05牛顿 所以T绳子张力是1-0.05 所以有0.95牛顿 所以细绳的拉力也就是细绳张力有0.95牛顿 而第三小题 滑车滑行的时间是多久 假设落置地面 落置地面因为下降高度144公分 所以掉下来走了144公分 因此走了1.44公尺 所以物体是从镜子开始做等加速度运动 X等于V0T加1分1AT平方 X144公分有1.44公尺 这个是滑车以及法码它移动的距离 这个距离等于 初速是0加上1分2 乘以A加速度是0.5 乘以T平方 所以1.44把2乘过来 所以2.88 2.88等于0.5乘上T平方 所以T平方等于2.88 把0.5移过来 所以除以0.5 所以等于5.76 T平方等于5.76 所以时间T等于2.4秒 所以法码落置地面需要时间2.4 滑车滑行的时间2.4秒钟 法码落地时的速度 也就是2.4秒以后的速度 因为V等于V0加AT 初速是0从静止开始 A加速度是0.5 经过了2.4秒钟 所以2.4乘以0.5 结果是1.2公尺每秒 所以速度是1.2 这是第四题 1.2 2.3